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当前 随着英国航母开进南海 西探局势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很多人都在猜测 英国的头还会不会那么铁 直接就硬闯我国周边海域 但相比英国航母 我们更应该关注菲律宾 因为在英国航母来南海后 对华示好的菲律宾 转身就与美军达成了协议 近日 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后 很快就与菲律宾达成一致 全面恢复了美菲访问部队协议 一协议的完全恢复 便意味着在杜特尔特宣布终止又几经暂停终止进程后 最终还是向美军妥协了 不过美菲再次达成这一协议 倒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从根本上来看 菲律宾依然是美国的盟友 杜特尔特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 毕竟美军每年都会给菲律宾大批军事援助 尤其是在美军想要拉拢菲律宾对付我国的情况下 这种送钱的手段 菲律宾更是没法拒绝 在西太平洋 美国海军的舰艇 最多也还是只能将菲律宾海当作进入我国周边海域的停靠点 而且我国下起手来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当前 随着美国的一段操作 南海就变得十分热闹 在法国军舰打响进入南海的号角后 英国航母也是在不久前开进了南海 与此同时 就在德国军舰向南海进发的时候 近日印度海军也是宣布 将会派出一支舰队进入南海 根据印度媒体的说法 这支由四艘印度军舰组成的舰队 不仅会在西太平洋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活动 还将与美日澳三国一起打响马拉巴尔二一四国海上演习 而且 印度媒体也是丝毫没有掩饰这一调刑行为 公开表示 这就是印度向中国发出严厉信号 多国军舰扎堆南海 一下子把南海搞得这么热闹 怎么看都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 其中 美日印澳四国军舰往南海凑 一直打着的旗号就是对中国释放信号 要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延伸 而欧洲军舰进入南海 也同样是美军联欧抗中的成果 是被美军给鼓动来的 所以看这个架势 明显是要上演一场 新八国联军大闹南海的戏码 难不成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 南海真要乱起来了 其实我们也不必太过紧张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这些外来军舰的挑战 这些汇聚在南海的外来军舰根本就翻不出什么浪花 对于美英德印四国海军的步步紧逼 中国方面没有表现出丝毫退让 8月4日 中国大陆海事局同时以中英文发布 穷航警006标航行警告 宣布从6日零时至10日24时 在南海八个点的连线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 禁止食入 台湾望报5日报道称 经公布坐标测算 此次演习范围位位于海南东方 东南方领域 并延伸至西沙群岛东北方 演习涵盖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 台媒称 这是大陆近年来所公布范围最大的南海演习 而解放军大范围海区演习 通常都与弹道导弹测试相关 台媒还援引越南军事记者的评论称 去年8月份 解放军也在南海举行了大规模演习 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 演习近航区也是位于海南至西沙群岛之间 美国国防部当时表示 解放军向南海发射了弹道导弹实验 击中位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某个领域 针对此次解放军南海演习 有专业人士指出 这么大的演习区域 不可能是用来进行火炮或鱼雷射击演习的 一定是进行中远程导弹射击 包括水面舰艇上除舰载巡航导弹之外的各型导弹 以及火箭军的远程导弹 都可以在此次区域内实行射击 如此大的演习区域注定是一场大规模的演习行动 在联合作战的要求下 参加的军兵种会比较多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岸岛部队 甚至战略支援部队都会参加 演习科目的也不会是单一的导弹射击 很可能是舰艇 潜艇 战机等多型武器的实际使用 在中方发布完相关通知后 外界纷纷猜测中国进行军演有什么特殊的意图 还有人认为 解放军很可能跟去年一样 在演习中发射并测试中程反舰弹道导弹 有美媒还发布消息称 本次中国解放军发射的很可能是 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 以及东风21D中程弹道导弹 不过此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对于外界的各种猜测 之后中方进行了回应 中国军事专家傅秦少表示 在南海地区进行演习 是中国军队一个常态化的训练模式 这通常是在年度训练计划内的 外界无需过度解读 要说远洋作战 缺少海外基地的中国海军还利有不待的话 那么在我国周边海域 乃至在西太平洋 已经可以说是我国说了算了 就算放开东风导弹 这个大杀武器不谈 就算这所谓的新巴格联军加在一起 也不会是我国海上力量的对手 从战容上看 欧洲国家就算来了 也仅仅是象征意义的 根本就没多少战斗力 除了英国派了个航母战斗群过来以外 其他欧洲国家顶多也就来了一两艘军舰 当然英国航母战斗群还是拼凑出来的 美军出了舰载和一艘驱逐舰 而且这艘美军驱逐舰还接管了防空指挥权 所以这支针对我国的联军 还是以美日两国的力量为主导的 而美日作为我国互动频繁的对手 几经几两我们还是一清二楚的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我国在实力上 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所以在中国的警告下 这些外来军舰还真没几个人敢乱来 我国明确表示 这些外来国家不远万里派军舰来南海 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过来刷存在感 我国是尊重的 但要是敢做出不规矩的挑衅行为 我国也仓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买单 很明显 这些外来军舰扎堆南海 看上去架势搞得挺足 但却都听懂了中国的警告 英国航母来南海之前叫嚣得有多厉害 尤其是在黑海挑衅了俄罗斯之后 美国人就是很激动 想方设法鼓动英国航母冲击我国领海 结果呢 英国航母一来那是相当的安分 就算走也都不敢穿航台海 幸好英国航母舰队离开得早 再晚点可能会被我军全面包围 出都出不去 而此次各国军舰想要轮番进入南海 再加上一直在南海赖着的美国海军 我国南海已经聚集了很多国家的军舰 难免会有萧小之辈 脑子一热做出过分举动 所以我军此次这么大规模亮舰 是为了在南海给这些国家定个规则 规则并不复杂 也很合理 就是希望各国在我国南海领域 不要惹是生非 通过可以 不要试图挑衅 更不能有任何越线行为 说白了 在我国南海领域 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 是龙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你得给我趴着 想要搞事情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而德国也同样是如此 对于巴伐利亚号 护卫舰的行动 德国不仅只字未提中国 还一再向我国发出访问上海申请 而这些行为也都充分说明了一点 我国给出的警告 他们都听懂了 他们都知道 我国有足够的实力 捍卫自己设下的红线 谁碰谁死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